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特邀嘉宾谈到设定关键词 或做出相应动作 就会触发相应机关 跑男团成员被泼冷水 或直接被弹起的椅子掀入泳池 图片来源 YouTube Bang & The Baby作为跑男团唯一的女性成员 在节目中 赢血手 造了优待 在她的关键词里被频繁盘及时 她仅被泼水一次 也并没有被掀入泳池 她还不时露出痛苦和害怕的表情 儿童俗成员沙姨和郑凯被多次扔到水里或被泼水 沉问洛汤姨 图片来源 YouTube 节目播出后 一发了广泛争议 很多网友直指Andra Baby 耍大牌 拿折刺拜万一几的薪酬 却没有认真工作 随后 Angela Baby 在5月20号发微博撤 节目录制的时候 她是在生理期的第一天 身体比较难受 流露出来的痛苦表情 也都是发自内心的 她并没有玩不起这个游戏 否则也不会坐上那把椅子 好男团的其他成员 也纷纷转发评论表示支持 图片来源 微博自微博发出后 引发了网络上更加激烈的讨论 网友的观点已呈现了两题话 一方认为Andra Baby 此举缺少敬业精神 既然拿了片酬 就应该坚持录制好节目 沉申心投入到每一个环节 图片来源 微博网友举例很多其他的女演员 例如张俊宁在一大真人秀节目中正好碰上生理期 节目组要求所有人从直升机上往水里跳 湖水冰冷刺骨 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图片来源 苏胡又如女演员刘雨昕参加综艺跳水节目 在生理期间还是照样坚持 她甚至在水中痛苦到失声痛哭 图片来源 苏胡女运动员在生理期间碰到比赛 也是照样坚持 图片来源 苏胡网友认为 Angela Baby此举显得迫于矫情 如果无法坚持 可以选择不参与录制 不赚这一份钱 但是拿着高额片酬却不完成好工作 还为自己叫冤 并不值得同情 图片来源 豆瓣相反的 有人认为不必对Angela Baby和其他演员要求如此严苛 要体谅女演员 生理期下水对女性身体的危害很大 图片来源 微博很多网友回忆自己生理期的时候都非常痛苦 Angela Baby肯坐在那把椅子上参与游戏 已经很不容易了 图片来源 微博有网友指出 Angela Baby不止一次在生理期间 下水拍戏或录制综艺节目 已经表现出了应该有的敬业精神 网络上对她的抨击是不尽人情的 图片来源 微博同时也有网友评论 Angela Baby在这个环节是否落水没有影响节目整体的效果 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得饶人触接饶人 观众能够看得开心就好 BBC大报的切入点与国内的主流舆论都不太一样 BBC重点关注在Angela Baby这件事情 让中国人可以公开的讨论女性生女期的问题 这是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图片来源 BBC 但小编认为 关于生理问题 两性问题的讨论 已经不再被社会大众所刻意回避了 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 但既然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就说明这个话题对于大众而言还是新鲜的 我们对于女演员女运动员 遇到生理期怎么办 依然只能从个例中寻找答案 却找不到相关的行业规范来解释和规范此类事情 根据直呼大贝乔木心对话剧女演员 如何应对月经的回答 国外戏剧学院的老师 不会对莱莉娇的女生网开一面 该演出的时候 除非手段矫段 不然打着点滴也要来演出 这是一种演员的基本修养 甚至不需要别人来要求 图片来源 知乎另一位知乎大叔则提到 国外的正式演出都有一部或者轮体 来避免各种演员带病演出的情况 不然演员带病坚持 可能会影响其他演员 或者影响正常演出的质量 图片来源 知乎由此反思 我们对演员的要求是什么 对于艺术 我们需要严肃认真 而对于娱乐 我们需要这么认真苛刻吗 我们是不需要 拿出较为标准的规范 来要求演员在生理期间应该怎么做 如果要形成这样的规范 应该坚持强调演员的自我修养 还是在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 做出两手的准备 一个依靠道德和自律 而不是规范和制度支撑起来的结构 一定是脆弱的 图片来源 喜剧之王目前网上热热闹闹的讨论 很多都上升到了 安装了baby本人的其他行为 这是名人所必须承受的重量 这是风口浪尖的人不得不经历的波澜 当观众认为演员的实力 并不足以撑起其高昂的片酬时 他们便期待喜要烈士般的英勇纪念 从他们口袋中溜走的票房 网友们的指责 何尝不是对艰辛生活的一身恐恕 欲不得知的普通人 对于谈指尖灰飞烟灭 这都无奈与嫉妒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